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星期四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天正式宣布 新冠疫苗加强针计划将于11月8号开始实施 11月8号起 只要年满18周岁都能接种辉瑞疫苗加强针 针对疫苗加强针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保护作用 澳洲联邦卫生部表示 接种完两剂疫苗之后一个月疫苗保护率为93% 四个月后降至53% 而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 接种加强针比未接种感染率低了11.3倍 澳洲药品管理局表示 接种完两剂疫苗六个月后即可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 悉尼西区发生严重车祸 两辆卡车相撞并燃起大火 车祸发生在悉尼西区Waterreal Park Victoria街道 两辆B式双拖车相撞造成大范围起火 两名司机脸部和胸部受伤 目前在Liverpool医院进行救治 情况相对稳定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293例 两例死亡 16岁以上民众93.3%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86%完全接种疫苗 韦州今天报告1923例本地传播病例 25例死亡 16岁以上民众77%完全接种疫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 1.700are